走在水泥路上也被蛇咬,都以为蛇总是在植物茂盛的地方出没,家住凤化的一位40岁女士也是这么小的,几天前的傍晚,她到家里附近的一条水泥路上散步,这条路比较偏僻,走的人不多,加上没有路灯,走着走着,她感觉脚上一通,被蛇咬了,同样是被蛇咬伤,凤化65岁的一位老人就没这么幸运了。 老人在下地熬动的时候,不顺被一部蛇咬伤了手臂,五部蛇体型大,毒量也大,一个小时内毒素就能走遍全身,天气温热时,这一发生蛇咬伤,吴郡医生介绍,分布在凌波的有毒蛇类,主要包括眼睛蛇,银滑蛇,肩吻腹,短尾腹,老脸头,竹叶青等,蛇是一种变温动物, 它体内的代谢率和活动与体温变化,栖息相关,在眼下的酷暑,蛇类喜欢在树荫,草虫,细藏等,饮良肠所生活栖息,在雨后天晴,天气闷热的时候,或是涨水的时候,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蛇咬伤的时间,面对蛇咬伤,不少生命觉得小蛇就不毒,不具医生介绍, 虽然一般情况下,被大蛇咬伤症状更严重,但是在很多情况下,刚孵化住不久的小蛇,完全有可能比它那场悲出的蛇妈妈毒性大,比如大蛇虎食频繁,小人食注毒量较少,反之,小蛇尤其是刚刚孵化的小蛇叫上虎食,因此咬人食注毒量相对较多, 而且小蛇大多出生有毒不怕苦,对人往往更凶狠,另外蛇的种类不同,毒性强弱,也不同,如银花蛇的个头通常很小,但是它的蛇毒的毒性是极强,所以,哪怕遇到小蛇,也不能掉以轻心,实际上,野外无毒蛇占多数,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被无毒蛇咬伤的,即便是有毒蛇咬伤,中毒症状也因为多种因素, 因素的关系程度不异,因为咬的角度,咬伤部位或邪乎的阻挡,毒蛇咬人时,不一定能把足够量的毒液注入人体,所以被毒蛇咬伤后及时就医的人,只有很小部分中毒症状比较严重,会有生命危险,医生提醒,避免毒蛇咬伤,平时少走砸草多,人员气少的道路,在前进工作时,应做好防护措施,参常痛鞋, 戴手套,看见毒蛇要绕开走,因为蛇的肺活量较小,爬行一段路程后,就会觉得力不从心,气喘吁吁,所以,蛇怎么也比毒蛇人跑得快,此外,雄黄,风流金的有一定的防止毒蛇靠近的作用,链接,如何区别毒蛇和无毒蛇? 毒蛇和无毒蛇在外表上没有明显的区别,一般来说,毒蛇的头比较大,呈三角形,颈部细小,微短,在限制梗孔后骤然变细,翻文写着,而无毒蛇的头比较小,多呈椭圆形,伪畅,在限制梗孔后渐渐变细,但像金环蛇,银环蛇及个中海蛇的头,微妥圆形, 和无毒蛇的头差不多,毒蛇和无毒蛇最根本的不同,要看它有没有毒牙,有毒牙的肯定是毒蛇,因此,被蛇咬伤的时候,可以根据牙痕来分辨咬的是毒蛇还是无毒蛇,如果是毒蛇,一定有一对或一个毒牙的牙痕,而无毒蛇咬的,只有四排细小的牙痕,也怕毒蛇咬伤后怎么处理 一,一旦被蛇咬伤,首先应用蛇导致安全距离,避免再次甚至多次咬伤,尽量减少运动,避免血液神怀加速,立即呼救 二,尽量辨认蛇的类型,有条件可拍照,帮助医生正确,快速选择看蛇毒血清,把牙,伤口内毒蛇的牙断在肉里,应及时把它拔出来 周伤,被蛇咬伤后,可用火柴头,补的气质烧着伤口,以破垮绝脱的蛇毒,但对眼镜蛇毒效果不好 冲洗,蛇毒在一到三分钟内扩散缓慢,这时可挤出蛇毒,并冲洗伤口皮肤表面,能有效排出部分蛇毒 冲洗可用双氧水,或百分之0.1高猛酸甲,黏水,不冷开水,肥皂,尿等,冷敷,有条件可将伤之冷敷,降低血液循环速度,减缓毒素吸收 切记,千万不要在伤口处出酒精,困扎,拥有弹性的绳子,布袋,鞋带,倒槽等,在伤口靠近心脏上端时到15厘米处做环形结扎,不要太低也不要太松 结扎,要迅速,在咬伤后2到5分钟内完成,此后每隔15分钟放松1到2分钟,以免具体的血液循环受阻而退磁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